烟花台风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 对东部地区持续带来影响 23号依然是有强劲风势 花莲港边长浪不断 激起的浪花也越过堤防 海巡人员在现场维持戒备 提醒民众不要冒险观浪 花莲港边长浪不断 一波接着一波激起浪花越过堤防 场面相当壮观 由于烟花台风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 在23号依然感受得到 外围环流所带来的强劲风势 海巡队员也不敢大意 在现场维持戒备 今天早上大概是在 早上六点的时候 有民众有到前方这边 有进行那个光难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有去跟他们宣导说 因为花莲县政府已经有公文 那此区已经为进限制公告的区域 那提醒民众就是远移 远移暗计然后避免有危险的发生 震风的话因为大概是在10级左右 目前是在大浪的部分 那已经有局势转为 比较偏大的巨大的部分 那还是要请 提醒民众还是要多注意 为了确保民众安全 海巡单位在警戒区域拉起封锁线 并劝导关海民众又远离海岸 如果旅劝不听 将会依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以下罚还 记者徐立青综合报导